培根这玩意儿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看起来像一片片煲猪肉 常常在麻辣烫烧烤摊上出现 不知道的还以为培根是什么新奇肉类 但实际上培根历史悠久 它是西方老外最爱吃的素食之一 培根熟得很快 只需放进锅里煎烤几分钟 便会冒出一股香气扑鼻的烟熏味 所以也难怪老外喜欢吃了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咱们国内没多少人爱吃培根呢 所以吃货大国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但凡是能吃的食物 几乎都逃不过人们的筷子 然而神奇的是 培根除了在餐馆出现 很少人会特地囤货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这和培根的不良传闻有关 不知从何时起 有传闻说培根是垃圾肉 合成肉反正不是什么好肉 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大家也不知道的 很多人听风就是雨 生怕吃了培根自己的身体就不利索了 所以老外爱吃的培根 本来野心勃勃的想霸占咱们国内市场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还没等他站稳脚跟 一波流言蜚语 便让他打入冷宫 现如今 培根也没实现 他走进千家万户的梦想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好奇 培根究竟是不是垃圾合成肉呢 其实是部分人想太多了 培根并非什么垃圾合成肉 相反它还是咱们最熟悉的肉食之一 培根是英文因语而成的 实际上它指的是熏猪肉 咸猪肉 它和咱们国内的腊肉有点像 但虽然都是加工肉食 培根和腊肉差别还挺大 公元1500年以前 咱们智慧的先祖 学会了用盐腌制肉类 然后将肉挂起来 熏烤晾晒 不得不说 这种方式储存食物 能存放很长一段时间 从年底放到来年春节都没事 而西方国家此刻也学会了 用食盐腌制肉类 但和咱们处理的方式不同 除了食盐之外 他们还会把香料抹在猪肉身上 等自然风干后 再把猪肉切成薄片 这就是咱们熟知的培根了 大家别看腊肉和培根 都是腌制过的猪肉 但实际上 它们差别很大 首先是加工程度不同 腊肉要经过太阳暴晒 柴火熏烤 体内的含水量少得可怜 不过 只有这样的腊肉 才能放个两三年也不坏 而培根风干时间短 含水量高 没有冰柜冻着 几天就发霉变质了 除此之外 老外腌制培根的时候 还会放入黑胡椒 肉桂等香料 增添风味 而腊肉纯纯咸肉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培根多为长方形片状 腊肉多为长条块状 因此 它们算是远房亲戚 但很可惜 培根在国内不如腊肉受欢迎 那问题来了 培根可以安心吃吗 其实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 培根属于腌制肉类 其中还有大量的食盐和香料 不算是天然食物 过量使用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当然还得说一下 培根质量参差不齐 有些价格低的离谱的培根 大家看见最好能考虑之后再买回家 因为有些培根在加工的过程 部分厂家为了追求口感 会在培根里添加大量的色素香精 以及食品添加劲 这类培根大家最好还是少吃 俗话说的好 一分钱一分货 大家想吃好的培根 可要擦亮眼睛了 对此 大家觉得除了谣言 还有什么原因 导致国内吃货不怎么吃培根吗 欢迎一起来烙烙